第37题 所以重力未能最小 我们通常取最低点的重力未能为0 选项B正确 选项C 它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动能都相同 这也是对的 题目已经告诉我 我做等速率圆周运动 因为我做等速率圆周运动 我的速度大小不变 所以我的动能大小就会都一样 所以选项C正确 选项株 它在甲冰两位置的力旋能总和一样大是对的 题目说我们的甲跟饼在同一水平高度上 所以我的重力未能一样 刚才已经提到它的动能也是一样 动能一样 重力未能一样 所以它们两个加起来总和就会是一样 所以选项株是对的 而选项A 它在乙位置时所具有的重力未能最大 动能最小是错的 重力最能最大是对的 因为乙在最高点 所以它的重力未能最大 但是因为做等速率圆周运动 动能都完全一样 并没有谁最大谁最小 所以动能最小是错的 所以第三个题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迅速何者最不适当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它在乙位置时所具有的重力未能最大 动能最小 不得的重力未能最大 就是从前面向前进行之后 下列迅速未能最大 都不得的重力未能最大